大家好,我是静 一位奇葩又好色的女人 为什么说我自己是奇葩好色呢? 您关注我的视频 或者是看我之前的几集视频 会对我有一点了解 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您会对我越来越了解的 我今天的分享是日本京都行下集 依然是三部分 第一就是我们住的酒店附近随便走一走 大家现在面前看到的就是一条 穿成而过的小河 在日本和韩国 这种小河都叫穿 一条非常清澈干净的穿 虽然我们走过这里的时候 有点阴天 景色还是别有风味 穿的两面有很多的食室酒吧 但是几乎是没有人往河里扔垃圾的 一个垃圾我们都没有看到 因为我比较注重细节 特别喜欢观察这些 非常的干净 河里呢 也有鱼和野鸭子在水里嬉戏 想象一下 如果是蓝天白云 那么这条小川会有多么的美 我们是吃过饭以后走到这里的 不然晚上坐在这里吃饭 喝酒 欣赏一下周围的这个夜景 一定会非常享受的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今天第二个给大家分享的东寺 东寺是位于日本京都府 京都市南区九条丁的寺院 又名教王户国寺 为东寺真言中的总本山 该寺的山号是八番山 本尊寺要是如来 寺文是云行文 该寺创建于794年 横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 所兴建的国立寺院 也是目前平安京 所遗留的唯一建筑 1994年 以古都京都的文化材的一部分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之中 境内的五丛塔 也为日本最高的五丛塔 往里走 我们就看到了五丛塔的身影 它的高度有55公尺之高 相当于19层楼的大楼 近看就能深刻感受到 日本国内最高木质建筑的压倒性的存在感 被指定为国宝的东寺五丛塔 虽为红法大师空海所建立 但是到完工为止 耗费了近50年的岁月 因落雷而至的火灾等 经速度骚毁及重建的五丛塔 现在为第五代的样貌 最后的重建 为江户幕府三代将军 德川嘉光 即使经过速度重建 五丛塔仍保持着和最初相同的位置 高度及样貌 令世人惊叹 观赏完了五丛塔 我们再来观赏一下玉影堂和金堂 金堂为东寺的本堂 据传创建于796年 于1486年烧毁 而后呢 在1603年再度重建 现在看到的是 修复时的桃山时代的建筑样式 但正面下方的屋顶 为降低一段的纳梁期的风格 仿效创建时期的形式 堂内安放着2.9公尺高的本尊 要师如来佛 金堂是可以入内参观草拜的 禁止拍摄 当然很多佛堂都是禁止拍摄的 仅有微弱的日光 透入的堂内 矗立着素尊佛像 带出了和凡世间完全不同的 不可思议的世界 信佛的人们 在这里可以面向佛像 静静地度过一段静心的时刻 参观完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开启路边漫无目的的闲逛 大家一边看着美景 一边听我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旅行计划 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历时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是先从美国的西部出发 开着房车一路开到了中部 边走边玩 然后又从中部坐飞机直达日本 日本一共去四个城市 现在的京都就是我们的第三站 下一站神户 神户之后直接飞韩国府山 然后首尔 首尔之后飞北京 上海 葡萄山 杭州 乌镇 大理 尔海 昆明 清迈 广州 温哥华 再回到美国的中部 然后再开房车 一路往而回到了西部 大家面前看到的这些照片 其实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做视频 全都是各种的照片 所以我看到的 比如说你看面前这些奇形怪状的树 稍微好看一点的 在我镜头里 我认为这个镜头特别美的镜头 我都会随手给它拍下来 我就大概把它们都整理到一起 你看这个树也是非常的漂亮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拍 所以呢 我手机里有特别多的照片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我会把我之前所有拍的这些照片 把它整理成视频 然后上传到YouTube 一个呢 就是给自己留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也希望呢 给大家带来一丝快乐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着走着 到了一处公园 看看这个公园里有很多的鸽子 我们也在这儿喂了一会鸽子 静静地享受这种清闲的时光 这也是一家在路边上的神社 就是这种神社 在路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的 我老公呢 对这些建筑特别的感兴趣 像路过这些地方 他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他去拍几张他想要的照片 这段时间呢 我都是忙着在整理我的这些 过去的旧照片 然后把它上传视频 在上传这些的视频呢 我自己心里也有非常多的感叹 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 被神恩典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在疫情之前 我们所有的旅行已经结束了 我们回到家 已经是11月的中旬 然后呢 我和老公又决定结束我们的健身房 房主就解除了合约 当我们把这一切事都办好的时候呢 疫情就来了 我们这一切都办完了 所以我感觉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也非常感恩上天的安排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 一路拍照 一直走到郊外的地方 走了很远 我和老公呢 都是比较能走路的人 一般我们早上吃过早饭 吃饱一些 各自带上一瓶水 一直可以走六七个小时 这样呢 就尽可能欣赏更多的地方 下面大家看到的 就是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 城乡结合部的民居 大家看到这些民居和美国呢 差不多 一般院子比较小一点 但是被主人收拾的干净优雅 在日本最大的一个感受 不管你是在城市的中心 还是在乡下的地方 几乎是看不到垃圾的 到处都是非常干净清爽 挺舒服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愛你 冬を愛する人 心広き人 寝雪を溶かす大地のような 僕の母親 我愛你 我愛你 就这样一直走着 然后又到了一个湖边 像遇到这种湖 我和老公都会不由自主的停下来 拍照 拍视频 在这处足一会儿 然后才会离开 在日本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 遇到这种有水的地方 你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干净 里面没有垃圾 非常清澈 可以看得到底 所以这也是我和老公 特别喜欢日本的地方 当我们走累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坐车往回翻了 这就是我们在车上 又拍了一些路过的风景 是不是很美呢 今天的分享我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您能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